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开始新的一卷书 《四诗记》 《四诗记》在约书亚记与撒摩尔记之间 与约书亚记形成鲜明对比 在约书亚记中 圣福的子民因着信靠神而征战得胜 进入应许之地迦南 但在《四诗记》 在约书亚死后 百姓开始败坏、堕落、远离神 败偶像、得罪神 导致经常的打败仗 《四诗记》的作者没有定论 但一般相信是先知撒摩尔 《四诗记》所涵盖的 是从约书亚死到撒摩尔做先知之间 大概335年的以色列历史 《四诗记》全书21章 可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第一章到第三章四节 是讲败坏与堕落 以色列未能完全征服迦南地 神审判以色列未能完全征服迦南地的失败 第二部分 第三章五节到第16章31节 是讲拯救 以色列在七个循环中蒙拯救 每一个循环都有五个步骤 悖逆犯罪 报应 悔改 蒙拯救 安息 百姓 百姓离去神和神的律法 个人任意而行 结果就是内部腐败纷争 外部遭敌人欺压 而当百姓在内忧外坏中转向神的时候 神就兴起事实 来拯救他们脱离外敌的欺压 也重新回归敬拜真神 于是 他们就有一段时间的平安和兴盛 只是 很快的 他们就好了伤疤忘得疼 又开始远离神而去拜偶像 于是 罪的循环再度启动 七道循环周而复始 罗弦下降 四师就是带领他们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第三部分 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 是描述在四师时代 以色列人远离神 道德败坏的一些例子 显示以色列人的败坏不亚于迦南人 四世纪最后一节 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亡 个人任意而行 这就引出以色列人需要一位公义的王 是《沙默尔记》中猎王的影子 四世纪让我们看到 罪恶总是带来痛苦 而悔改总是带来拯救 以色列人的偶像崇拜 道德能赏以及暴力 与主耶和华的信使守约 施恩拯救形成宣明的对比 神恒就忍耐拥有恩赐 每次以色列人悔改都被神饶恕 而以色列人常常愚昧行事 不知感恩顽固悲逆 使得他们频频被别国打败 我们今天一起临行的四世纪第一章 主题是败坏与堕落的开始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蒙神的引领保守恩惠 神用他的大能与爱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 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但他们进入迦南以后 离去了神 去拜偶像 至终亡国毕鲁 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 而是一步一步走向错的方向 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开始的 约书亚不只是伟大的军事领袖 更是伟大的属灵领袖 他曾使百姓专心依依地仰望神和神的旨意 而不是高举自己 约书亚在世的时候 靠着神的同在与恩惠 带领以色列人在很短时间内 占领了迦南地的大部分 但还有一些未得之地 四世纪第一章的开始 就是记载犹大自派 攻取耶路撒冷等诸臣 这似乎是一个胜利 但已经开始了他们对神的不顺服 当他们捉住亚多尼比色王时 他们理应把他杀了 但他们却是砍断他的手脚的大拇指 戏弄他 四九节提到犹大 没能赶出平原的迦南人 因为他们有铁车 表面上看 这是很正当的理由 但真正的原因 是他们失去了对神的信心和胜负 在约书亚记第十七章十八节 约书亚对伊法连马拿西支派说过 加拿人虽有铁车 虽是强盛 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 这就是约书亚的信心 他相信只要有神的同在 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 正是以色列人开始失去对神的信心 也没有完全顺服神的带领 结果就是第十九节 犹大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第二十一节 遍亚民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第二十七节 马拿西没有赶出博塞和属博塞乡村的居民 塔纳和属塔纳乡村的居民 多尔和索多尔乡村的居民 以波连和索以波连乡村的居民 杰米多和属杰米多乡村的居民 第二十九节 伊法连没有赶出住基瑟的迦南人 第三十节 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 第三十一节 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七顿的居民 亚哈拉和亚西哥的居民 黑巴亚弗格和利河的居民 第三十三节 亚弗塔利没有赶出 布斯迈和博塞纳的居民 第三十四节 亚摩尼人强迫诞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们下岛平原 以色列各支牌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神在生命纪七章一到二节等许多地方 多次教导他们要灭绝迦南七竹 因为迦南七竹非常邪恶 尤其是他们的偶像崇拜 在等待了四百多年后 当迦南帝恶贯满盈的时候 神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 一方面是神对迦南人的审判 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人的属灵保护 神应许与以色列人同在 但他们慢慢地不相信神的应许与同在了 他们的眼目开始注意敌人的强大 另外他们贪图眼前的利益 他们不消灭迦南人 而是把迦南人变成他们的仆人 而这些迦南人 后来却撑上以色列人的网络 正如神借着摩西和约束亚多次警告他们的 后来以色列人学习迦南人的淫乱 随从迦南人去拜偶像 得罪神 至终导致亡国 弟兄姐妹们 以色列人不是一开始就拜偶像 就不认神的 而是一开始是不完全真心神的命令 不完全相信神的同在和应许 专注敌人的强大 并贪图眼前的利益 这实在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警告 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就很不错了呢 我们有没有全然遵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令 我们有没有时时警醒 不为了眼前利益而妥协 在面对困境时 我们是相信神的应许与同在 还是定精困难而丧胆呢 在第一章的失败中 有一个例外 是我们该学习的榜样 那就是迦勒 四十集一章二十节 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 将西伯伦给了迦勒 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组长 在明书记第十三章 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归探迦南地 十二个太子回来后 其中的十个说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像乍蟒一样 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而迦勒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们族能得胜 因着他们对神有信心 在上一代以色列人中 只有迦勒和约束亚 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 在归探迦南地的时候 迦勒大概四十岁 而此时的迦勒已经是八十五岁 但他却能赶出亚纳族的三个组长 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与同在 本章中也引出了 未来的以色列的第一个世诗 俄陀耶 他是迦勒的侄子和女婿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谢谢你用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 要时时警醒 要全然真行你的命令 而不是选择信的遵守 因为你的命令原是要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对你有信心 因为你是从不改变的信实的主 我们要相信你的应许和同在 要定睛于你而不是夸大困难 因为你是比外游更大的神 我们不要因贪图眼前利益而妥协 我们不要不是从你来的 自以为是的利益 那则会是网罗 只有从你而来的恩典和祝福 才能叫我们真正满 谢谢主 请你祝福你的教会 祝福你的儿女们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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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